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那一場內加 我們的觀眾Mr.Wood是用西西里 然後幹爆了對面的哥德那一家 那這場我想看一下高端局 哥德對撞西西里 誰的步兵比較猛 誰的步兵比較猛 我們就直接來看比賽 那這兩個ID 也是上次帶給我們那個步兵大戰 由哥德對戰硬家 那最後是由硬家獲勝 因為硬家有那個神秘力量戰 那這一場應該就是完全步兵大戰了吧 蟑螂流對上死而無憾 無政府哥德 你們看好誰 趕快那個錢直接拿出來 賭盤就直接開了 那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 我不敢講欸 我不敢講 怎麼辦 真的啊 老實說 烏魯婆 對撞的話 應該是西西里贏 但是 比那個移動速度的話 印象中哥德是快一些 殺村民的速度 還是哥德衛隊佔優喔 所以其他就是要比操作了 那我們這一場來看 呃 三一四四驗毛了啦 配置 哦 哥德 有哥德場哦 你要小心你的豬有沒有被搞 哦 被射還幹嘛 要小心一下 好 看配置 呃 四人伐木 開圍 這邊不用講他們怎麼圍的啊 哦 但是 A114驗這場 木材很安全 只是支援有點在外面這樣 哦 支援整個都在外面 兩個金 兩個石頭 附近咧 附近在這裡 哇 那等一下如果上城堡 要打哥德衛隊 直接上哥德衛隊的話 會不會被塔攻啊 這裡 等一下如果要開圍應該是圍這樣 啊 不然沒有石頭 沒有辦法挖城堡 呃 ACCM這邊 我覺得 雖然木材安全 但是我可以講 這是算一個爛圖哦 可以圍死 但是這個 由於哥德需要城堡 挖石頭 那如果這個石頭 等一下城樓 先來還是怎樣的 呃 我覺得 不優 不優 那Slam這裡是 哦 Slam這裡就很ok啊 你看他這個圖 在後面啊 木材這個也不會被塔攻 哇 Slam這個圖很ok 哇 那西西里這裡 天藍的 地形是比 SCCM好 地形這裡 我只能給 SCCM這裡 2到3分 2到3分 但 Slam這邊 我給 8到9 哦 8到9 接近天圖 接近天圖 很爽啊 Slam這邊 那就看操作吧 應該雙方都會出三名兵 雙方都會出 好這邊一個quick war 不要讓你delay到我的村民加上現在是沒有織布的 那哥德這邊有織布 他可以秒上織布 哦 哥德的 特殊的這個科技 點織布馬上就轉好了 哦 千萬不要忘記 你玩哥德的時候記得哦 一進遊戲就點織布 那為什麼他會有來殺豬的這個情況 就是因為他有那個織布的關係 還有殺豬攻擊力加成 這兩個東西讓你的小豬豬很害怕 對面的哥德會來衝康 就這樣 好這邊一個對砍 看一下血量 好這邊Slam是先掉血 Slam先掉血 然後 民兵 要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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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極限 哇 83滴血 對83滴血 這個夠極限了吧 各位 頂尖玩家這個配置 你敢信 複製人啊 跟那個淘金巢 Viper跟Jordan有什麼差別 但是Slam這邊 弓箭比較晚一點 哦 原因是因為那個織布 織布研發 哥德是直上 好這邊 四名兵對四名兵 哦 沒有要升那個裝甲布兵了 哦 因為現在黃金不夠 不是說沒有要升啦 我的意思是說 他把那個要 原本要升裝甲的這個 黃金又多升了一個 呃 明兵了 所以是變四隻 你要四名兵也可以啦 後面不會再出了 因為小公要出來了 這邊也是小公吧 哥德要小公還是騎士呢 馬舊呢 小公哥德很爛 好 那這邊 哥德雙方 血量 為什麼血量是 血量一樣 這邊要比操作 這也是 呃 主播玩天梯 最討厭的東西 要比操作 哦 這邊要點來點去 一直玩 一直點一直點 滑鼠很可憐 那這裡 哥德已經為死了 哦 射箭場可以 因為是步兵 呃 這邊開始開挖 哇很讚耶 這場 我會不會要撥一個小時啊 這場啊 好小公先出來 但是哥德居然又生了一隻 五隻裝甲 哇這邊要比控兵哦 上去了 哇好極限 哦 兩隻小公出來了 然後點這個赤猴 哇赤猴被點掉 然後 村民上來幫忙 這邊 小公還是佔優 哇 然後哥哥村民跟赤猴 有幫忙多點到一兩下 差很多 這邊是沒有做事 呃 這邊不能說AC4M打不好 因為他去開這個圖 是很ok的 反正這邊也有小公 這邊的交換其實我 雖然以控兵來說 slay好像贏 但其實55波 55波 就是一個 你可以 我也可以的一個交換 啊主播好像又沒在講什麼 沒辦法 我頻道初期就講一些比較深奧的東西 沒人要看啊 只能講白話一點啊 好啊這邊 村民術 只差一隻 看誰要先點輪軸囉 這邊都是一樣的 布置 那兩個文明長很像 就是看你的寶兵 看等一下誰槍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很期待 那雖然AC4M這邊圖比較差喔 但 為死了 呃為死了 所以那個哥德的織布 還是有一些作用的喔 直上織布 直接有一個小小的先手機會 先走到他家來了 先轉那個裝甲 然後slame是在家裡等裝甲 這個還是我會解釋 我會解釋 為什麼AC4M可以先走出去喔 這邊有配毛兵 估計是打不進來 跳恰恰 那這邊就是要看 誰要先去挖石頭 誰要先去打寶兵出來的 那雙方等一下應該沒有意外 我如果不打寶兵的話 都是打馬丘 因為雙方的工兵 都爛很爛 不搶不搶 喔馬丘還是可以使用的喔 這個哥德跟西西里 但是工兵的部分就 你最多打到城堡 帝王是不可能的 不要講不可能啦 幾乎不可能去出到工兵 幾乎 保留一些余地啊 給自己台階 怕哪天什麼 viper什麼的 給我玩一個西西里 弓兵流 那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啊 那人家很強啊 好啊這邊雙弓箭場 西西里這裡呢 反正城堡你要騎士 還是弩兵隨便 反正等一下就是 看誰先挖石頭 因為只要那個寶兵出來 就是毀滅這些工兵 特別是這個哥德 西西里的蟑螂要科技上來 所以 城堡時代如果對幹的話 哥德佔優 哥德佔優 因為他無政府點起來的話 城堡可以打地王 我認為 我認為可以打西西里 畢竟城樓是弓箭射擊 那個哥德不怕 但是如果打到大後期 我覺得城樓加 蟑螂槍一點點 但就是55對45的那種感覺 講不出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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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期待 所以需要轉播這一場 這麼多天地對戰 為什麼主播要找這個 因為我不知道 誰會贏 是吧 好這邊一樣跳起來而已 就是這個 就是基本控兵 然後 先點工兵嘛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然後雙方同個時間點 點這個城堡 石袋 有夠有心 村民樹也沒有差多少 這兩個工 不兵文明 打起來就是長這樣啊 那等一下城堡就是 看怎麼打囉 沒有挖石頭 沒有挖石頭 爽 有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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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輪軸 有輪軸 有一起射 有一起防 欸 長一樣耶 各位 這邊只是弓箭場少一個而已 哥德爾有兩個 就這樣 田的部分 Slam比較多 沒有好分析的啊 前面沒有的好分析啊 馬舊 可以的 哥德爾打馬舊 可以 啊 Slam咧 Slam要幹嘛 如果這裡是打騎士 Slam打開農的話 我覺得西西里可能佔優喔 為什麼 因為西西里開農 TC開得快 蓋得很快 喔 西西里蓋 城堡跟TC是快100% 而且如果你有逼到哥德 出什麼前置工程器去打 你西西里的話 西西里一個城堡 其實就 結束了 哥德爾打不進來 然後哥德爾投資很多資源 打騎士 沒有道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邊就是都開TC 4TC Slam直接買石頭 4TC 這不是主播的打法嗎 你們有看主播玩團戰 我很常這樣 因為我只想開龍 那這邊哥德 很保險的 只有2TC 3TC 3TC 哥德爾 我說過 5TC是基本的 很正常 3TC 再來就是5TC 4TC也可以啊 隨便 反正單TC的哥德爾 我是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單TC 哥德爾 有的話可能就是 單TC 然後用4級做買賣 買食物買黃金幹嘛的 然後 一直升哥德爾 衛隊 一個一個 一隻一隻 再採 好 那這邊 是修道院先 因為有騎士喔 這邊的關鍵是 哥德爾有沒有辦法 逼到西西里插城樓在家裡 以目前來說 如果 Slam Slam 也不可能去插城樓啦 前置城樓 因為他沒有突兵 我剛本來想講的是 如果 Slam 打騎士的話 喔 西西里可以打騎士的話 然後 他去打這個地圖控制 打城樓的話 先來這邊的話 欸 我覺得哥德爾不好打 要等城堡出來 當然 比較穩的方法就是 像Slam 這樣 但用西西里的優勢 開TC很快 直接 就4TC 穩穩的開起來了 然後 有 勝率嘛 那我想知道 ACCM 你要開4TC 5TC嗎 因為你知道 對方已經4TC在Boom了 應該知道 城堡可能 不用那麼早出 出來了 該TC了 你要比農 來啊來啊來啊 後面就打炸後期了 好 Slam TC 喔 TC 蓋得很快 馬上又起來 分明速拉開囉 分明速拉開了 分明速拉開了 打7隻 這個好像什麼 報名流西班牙 為什麼TC這樣蓋 好猛 超快的耶 好 這邊 123 4 SCCM 有要開第5個TC 在 這裡嗎 這裡嗎 工程器 那我覺得這個工程器 太 裡面了 直接來這臉上會好一點 因為你等一下還要走出來 因為 這個 Slam擺明了 他只有毛兵啊 他不可能生你走出來 來這高底蓋 欸 CCM這邊來這高底蓋 還好一點 但是這個少戰很讚啊 直接都照亮了 經濟區有沒有被插寶 現在Slam怕的是哥德 直接來插寶 因為他現在沒有冰 很冒險喔 其實老實說很冒險 但是如果等一下來寶 的時候 等石頭亮夠了 西西里蓋城堡速度很快 所以如果 要比ALL IN城堡的話 西西里會贏哥德 如果等一下對插 的話 所以 這也是可能 為什麼 Slam他不怕 反正他一直挖石頭 等一下如果真的 要幹嘛開幹的時候 直接 緊急插一個城堡 一下就幹起來了 所以我說 西西里其實 不弱啊 不弱啊 新聞名都很強喔 伯根蒂跟那個西西里 伯根蒂的話 就 單挑團戰都很OK 西西里 偏團戰一些 我覺得 然後一個 Castle在這裡 Castle在這裡 然後這邊一個Castle 這個位置很OK啊 這位置 為什麼OK啊 為什麼OK啊 好像不用解釋啊 有木材 有石頭在這裡 有TC是不用了吧 現在插這裡 沒有幹嘛 沒有守到任何東西 如果 哥德剛是插這裡的話 那 Slam可能會 滴掉這些田 幹嘛插這邊 但是 現在也不用怕 大家都知道自己 文明強勢在哪裡 多出騎士 多浪費 因為根本不強 也殺不進去 反正一個城樓就可以瓦解 這些公式 好 那帝王 欸等一下 帝王你幹嘛 差不多同個時間點 欸 會不會有點噁啊 一二 三 四 四 T C 哥德 對上 這裡有寫 6 T C C C 1 2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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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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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來了來了來了 35隻 但我認為現在不會上去送 如果看到長劍兵他馬上就會拉掉了 一定是點好科技在上 先上了 先手嗎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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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村民出去發展的都要出去搶黃金 搶什麼遺跡什麼的 開始開打了 帝王 對幹 但是好像不等了 為什麼因為量比較多 這樣 35隻耶 沒有要等 陰瑞 補血 完了完了完了 其實這一波很大一波很大一波 但是 因為Slam的TC開得多開得早 好爽喔 這邊很明顯的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這個power 大家有看到吧 縱火點起來了 等一下直接拆了 哇靠 哥德爾第一次這樣子被打破 要等劍勇等劍勇 可是還要一定的量 完蛋了 這邊好像科技 西西西里 直接拉上來了 城樓來了 哇 蟑螂蓋城樓 蓋蓋蓋蓋 控制你家 我給你挖石頭了 哇 蟑螂 又TC 然後這邊均勻 大混戰喔各位 很爽喔 好 地出第一波交戰 這邊高地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雙方機體喔 攻擊還沒加上來 劍勇勒 也還沒加上來 4加3 1加2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再測試一下 蟑螂贏了 因為禁防4加3 劍勇1加2 這邊再測試一下 1100多滴血 對上100多滴血 蟑螂的power 但是這邊還是要比控兵喔 如果量多的話 哥德爾還是會贏喔 哥德爾是有機會 不要小看哥德爾喔 兩個都不要小看喔 這邊 蟑螂 等一下又差一個城樓 在這邊控制石頭的黃金 村民別想過來 蟑螂控制這裡 村民數沒有差多少 但是資源差好多 因為第一波 十字運動在那一波 好大一波 高地堡 城樓高地 叉叉起來 衝車 出來了 一波交戰 我們看一下這邊 有城樓在幫忙射 哇 哥德爾輸了 劍勇掛了 出劍勇好像沒有用耶 蟑螂吃進去了 攻擊力沒轉上來 人家已經轉上來了 6TC對4TC 不對 是7TC了 然後這個劍一直在射 攻擊力5加4 城樓加蟑螂 誰與爭鋒 這邊再看一下這邊 2000滴血對一個740 哇 怎麼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一面倒 哥德爾 怎麼辦 好像打什麼 拔河 在拔河 是不是 大隊接力 什麼的 不知道 反正 蟑螂好噁心喔 村民數其實 這個士兵數也 啊 67隻 好 快滿人口了 完了 這怎麼阻止 好看一下機體 13加這邊要滿上去 打上去 等等等 等這個等這個等這個 剛剛科技是沒有滿 撞一下 好滿了滿了滿了 上了上了上了 好13加4 11加4 攻擊力 劍勇勝 哥德爾的這個進防 這個沒有了 所以 進防 4加3 1加2 完蛋 蟑螂大勝 遠防 蟑螂 不用說了 大勝 完了 一波隊長 哇靠 這血量差太多了 血量 85滴血 對上70 70滴血 蟑螂 勝 所以啊你們在說 主播在亂撿啊 蟑螂流哪裡強 攻擊力 來來來來來 這邊對撞 但是劍勇砍步兵有加成 劍勇砍步兵有加成 加成多少呢 看似是五五波 五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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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城樓有在幫忙射 所以劍勇 割德劍勇還是 可能55對45的 這樣概率 但是 這裡已經炸乾了 CC裡沒有乾 一次十字軍東征直接壓臉了 哇 哇 這裡 吃進去了 4TC 終究打不過6TC嗎 割德還是要開5TC嗎 不是6TC 都不意外 一個主播都有說過 割德5TC是基本款 哇 靠 這個 這個叫什麼松蘭武士什麼的 只能來日本武士 主播跟你講 這個東西 正挖或日本武士 或是 敗戰艇之類的 不然這個蟑螂太噁了 割德其實也有打贏 蟑螂的概率 只是這裡 這裡 這裡那個十字軍東征的先手 威懾性 然後加經濟優勢 吃掉 割德了 分數一 差5000了 GG 割德 慘了234隻 劍勇 可是打輸 蟑螂 打輸蟑螂 打輸蟑螂 經濟這裡 這裡 呃 這個表格壞掉 這邊 stame有點一級目 他沒有顯示出來 不知道什麼 怪怪 反正這邊都是一樣的 複製人 到城堡時代都是一樣 複製人 這邊也都差不多 重點就是CC裡開TC 那個加100% 直接開了5TC了 這邊沒什麼好講的 只是想要看後面對撞這樣 然後這邊 最大軍隊73 看關禁的就好 遺跡也開始撿了 經濟 不用看 這邊就爆炸 這兩個經濟都沒有加成了 沒有什麼加成 就是那個開TC跟那個 城堡的速度加100% 這邊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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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差不多耶 科技什麼的差不多 但是 蟑螂的機體 第一個85D寫 第二個 11加4 4加3 4加4 劍勇雖然有步兵加成 但是 沒有這個 防啊 差滿多的對幹的話 因為他這邊不是步兵塔 公兵 所以 被蟑螂修理了 這一場 哇 我剛剛還在講什麼 45對55 55波 好啦 認真分析一下 其實CC裡這邊的優勢 就是那個14軍東針 我以為他要全部點完才上 沒有 直接幹了 35隻 先淹過去 然後 最關鍵我覺得就是這個城樓 一直在幫忙輸出 一直在幫忙輸出 如果你今天是哥德爾衛隊的話 不痛 可是你是劍勇啊 沒有劍勇可以看的 因為劍勇遠防不高 就這樣 那這個城樓在後面射 痛不痛 我問各位 痛嘛 痛啊 還有彈道學跟化學在那邊射 那劍勇出來 我就問 沒有城樓 假設今天是強弩兵 劍勇怕不怕怕 那劍勇怕不怕城樓 怕 所以剛剛其實如果沒有這些城樓幫忙勝後 我覺得 哥德爾可以 回推 哥德爾可以回推 因為那個哥德爾劍勇 勝場速度快 234隻 坎步兵有加神 其實蟑螂 不一定會贏 我覺得還是要比操作 集體上對幹的話 我覺得劍勇勝 可是就是這個城樓 太盈當了 我這樣點還有這個功能 專業版本 好啦 很經常的一場比賽 雙方兩大步兵文明的對戰 那 希望給大家做個參考 不要再低估這個CCD了 不要再低估CCD了 主播都沒有在打主炮 很早期 那個MBL吃便當打那個朝鮮 我就已經在笑了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為什麼會知道 這個文明 單挑打起來會是長這樣 濃起來就是長這樣 好 那這集的天地轉播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